八年前 我第一次来日本 就被京都这个城市的底蕴所深深吸引 同行的朋友问我 你为什么第一次来这个城市 就如此不能自拔 我凝望着他说 我感觉这里就是古代的中国 半年以后 我陆陆续续 在京都北部上风上水的巴赖比瑞山上 买了好多套庭院 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陆陆续续的 都卖了 没有这一套 无论别人出多高的价格 我都不曾动摇 因为我隐隐约约的预感 这个门间有瀑布的田园 就是我后半生的家 就是我后半生的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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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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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